感谢观看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可以说 吴啦 心出雀了啦 我 Eng op 我表十言 好嗎? 心要出雀 什么出雀呢? 佛教讲 家就是一个轮回 逼迫 痛苦 子 Really hot 打手 生了 勾手 然后呢 所以 离骨 两支手 稍微慾 贊明师傲视的人一定是刮青 然后摄影师都是影星 各位都是富贵人 店铛的都出事在印度 店铛的都出事很厚毒 因为每一个人的骨骼不一样 咱们这边相信英国 咱们做什么事 绝对有一个骨骼 辅导绝对相信 我们今天有法度在这篇土地 办案的发挥 咱们过去一定在这篇土地 跟这代众生结成人 在北大廊 听到有很多 听一下发挥功德 回想所有原住民 极其往生者 同享功德 所以 我们跟这个学校的学生 学校团 老师 一定都有缘 会记得 所以 我今天想要去高雄 来 高雄出事的 我在高雄出事的 我记得又搬三个地方 搬哪搬去 所以因为老伯 又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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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 要搬 要怎么搬 因为贪钱 所以有钱就会搬 没有钱就没有搬 搬 这样我才有机会 再搬回台北 是什么 搬输搬 所以 那这样才有法度 得到不一样的 困境 所以有法度 出事的高雄 那叫这个 台湾人的 故事 那有法度去台北 又了解台北人 他比较国际化 各种不同的故事 来 回想所有蛇类众生 安享天年 所有往生蛇类 离苦得乐 那今天还有叫我来 四脚蛇 那些都统就一只 1.5公尺 一公尺那么大 包括伟大 像鳄鱼一样 那这种四脚蛇 是活在水里面 专门在吃鱼 但是如果是 专门的四脚蛇 就像四脚 水中的四脚蛇 比较大 那有什么 他要捏呢 因为 外国人 欧洲人 喜欢他的皮 他也批 来做皮包 做皮围 那蟒蛇也一样 他的蛇有花纹 所以拿来做 这些皮包 那他的肉呢 我们在那边慢慢在买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跟这些蟒蛇 结善员 所以有一个老和尚 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也做过蟒蛇 所以各位把听到 方孝儒的故事 对不对 明臣主下命令 然后呢 杀死方孝儒十足 八百多人 因为呢 方孝儒过去的爸爸 那些蟒蟒 蟒蟒蟒 结果蟒了一个龙穴 和一个爪 他不但没有觉得 慈悲心 叫人做那些蟒蛇 台试 台试前 那个 红衣老人 就是那只 红蛇的头 他就说 你们 能不能放了我们 给我们三天 让我们离开 那么 我们全家 对你感恩 结果 方爸爸也没这么做 今天我们叫人 放会 佣金把我 都给他们台试 结果 那些蟒蟒蟒 这个红衣老人 过来跟方孝儒爸爸说 将来 我会投胎在你的家族 杀你 同样的人数 那所以后来这个 蛇王就来投胎做方孝儒 然后呢 方孝儒故意就去得罪皇帝 然后呢 皇帝就下命令 杀他们全家 所以各位 这叫做 婉亲这主 所以 这只蛇来投胎他家里 成为一个 就像宰相 汉林学士 又会读书 口才又好 目的呢 是要来得罪皇帝 然后皇帝才会下命令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蛇王 及其八百多眷属 法会功德 会向方孝儒 及被残杀的族人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但是各位呢 两边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啦 习在乎 习在乎高 为什么叫大慈大悲 大 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叫大 所以 以后各位在书 超度百威 也是这样下 为什么说 我们要写冤亲在主 那我们辛苦在打病 那以后就好啊 但是因为 我们的病 就是来自于冤亲在主啊 那你对冤亲在主很慈悲 平等 那你的身体就健康啊 这个叫大悲咒 一定要有平等心来念 那不是大悲咒是如此 是每一个咒语都应该如此 所以今天是大日子 来 救猴子 救水果蝙蝠 救大海龟 那想尽各种方法 跟所有众生结缘 所以 其实 我们现在很多人生病 有时候给他查出来啊 都是动物灵 负责不一样的动物 昨天在台南 那个爸爸知道 也不知道有没有来啊 那小孩子不能动了 脊椎开刀 喉咙也好像擦 擦掉钢架 不然他没法叮当 然后越来越没办法吃饭 然后他们问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儿子身上有一只被剑 穿过身体的一只鹿 就是那只鹿 意思是说 他儿子过去世 去台湿那只鹿 那钱又插在鹿 就辛苦 所以鹿的疼 现在在他儿子的辛苦 腰不能动 箭穿过去 所以我们昨天 大家为他们念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然后看了见那位老师说 走不去 走不去 他儿子就会上党了 那这路可以爬起来走路 这样搖就好了 然后又骄傲 又不负败的辛苦了 所以我想各位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好 就像我的故事都知道 台湿一只爪 那爪会痛 在我这里痛 二十几年 小小的一只蛇 所以每个人 得罪的众生不一样 所以 但是很多人没了解这个 对你 台湿一只蛇 昨天有个女居士 说他头疼 一看 一只蛇蛇 一只蛇蛇 所以 还有一次也是一样 有一位 女菩萨 他说 蜘蛇 每天叫叫叫叫 他差 又一只蛇 叫你再休息 因为鸟的武器 就是叫叫叫 它就疼苦了 所以我想 每个人 每个人 我前一阵子 这个脚 就叫脚膜炎 脚膜炎 脚膜炎 那个膝盖 医生叫我 天天运动啊 痛的时候吃药啊 按摩啊 我也去做 拖了一年 买好就买好 不小心就发作 不小心就发作 晚上睡觉 蜘蛇太嫩 脚没支撑 早上就没办法走路了 那叫做脚膜炎 结果衣服好了 后来有一位打坐菩萨说 师父 你咬一只爪 我说你咬一只爪 你咬一只爪 然后我就帮他写牌位 做功德 他把那只爪说 我现在功德回向给你 归一三宝 黏黏的 没有再痛过了 所以这是我的感应 我告诉各位说 真是如此 像各位刚才在念 七瓶台啤酒 那不得了了 所以各位都有一罐水 那这个大杯咒水 今天假设有八百个人念 一人念七遍 五千多遍的大杯咒 的加持 你就要比较缺的 所以每次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哪里外号 走来走去 有一个老师说 海淘法师 你坐在台那里 那台的众生都没辅力 因为台那里有佛甲齐 那你如果走到头壳 他就由你的脚底抬起来 我说我也知道 背到脚头 背到脚底 我就会开始痠 有一点痛 有时候爬到腰 各种 各种的 因为前面讲 来 无量无边 受苦众生 但是各位 你不要排斥啊 你说 我说这样 我不要来唱歌 好会 那你不慈悲 因为这台众生 像我昨天在麻豆 奇怪 搞到中 要到中 后背一直痠 我早就说的 一直痒 一直痒 那我就问那位老师 这是怎样 叔父 那台动物看到 你很嘎语 说嘎语这样 那些生姑 把你塑来塑去 那你就痠来痠去 我以后也不好 这也有意思 走来走去 这边玩玩这边 这边玩那边 那你就 给他们安慰 拿一些东西 给他们吃 给他们散步 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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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队队队队队 这样就好了 我现在说的 你都要记住 所以 马上就 买痠 所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今天早上 出来 右腿在痛 但是 卡住了 也说一下床 就觉得 乖乖乖乖乖 那我也就问一下 这个老人 忘了 打扁死 所以 不走路 但是 我认为 这样对我很好啊 那我就会跟他说话 老人 我今晚不是 担心我痛 我是担心 他痛 我不知道 不懂 我们在想自闭心嘛 不可以想下去 自己 我再去听 我们赞养法师说 来 晚上要睡 落地 做地中菩萨 我都晚上去记录世界 不好意思 这样 比较好睡 我现在要先改 先落地才来记录世界 所以 然后早上 哇 早上要做千手千眼 眼睛要泡 开手要坐 到处帮忙 所以观生菩萨不是坐在那里念 观生菩萨是 用嘴 用手 用眼睛 辛苦 用甘露 到处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昨天晚上 忙到两点半 可怜 现在 有很多众生 你时常比拼大 都晚上才来 然后他们 就会 打电话给我 那个打电话给我 哎呀叔叔啊 快点 你没什么摆位 这样 我都把手机关掉 现在 想想的 不慈悲 因为我在痛的时候 我打给对方老师 他手机关掉 我只能痛到天亮 我怎么办 他不能回答我 因为有些众生 他在要 他在要知道 让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样啦 而不是说 我写个牌位 但是昨天那位老师 讲了一个方法很好 各位请看看 你今天 回去 膝蓋 膝蓋 膝蓋在疼 你就给他删一张白尾 附在我膝蓋上的众生 亡魂 或是亡灵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人 还是动物啊 给他取个名字 然后呢 发个愿 帮他做一些功德 我都会拿米啊 拿水啊 一颗甘露丸啊 放一百块啊 两百块啊 更大条的一千块啊 帮你做所有功德 嘿 马上就好了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 对方是谁 我的意思是 那排尾这么好 你就把 放在 腿里的地方 我帮你做功德 他说 这样有效 試試看 因为 我说 我要问什么人 那我 像我这个人 每天都被卡东卡西卡东 自杀的 车祸的 军人的 我只要 车子上高速公路 我就有感觉了 台湾打开 压力压力 稍等 靠右边 右边痛 窗户靠左边 左边痛 那 说 舒服你嘴鼻 嘴鼻也很辛苦 好 那 只是说 现在 比较轻微 我不会发烧啊 不会发作 只是会觉得 把这支手 就拿不起来 然后拿得太高 会痛 又附在这边了 所以我去日本回来 从手指头附到这里面 各种的 那是大部分都是自杀的 自杀的 但是我 我为什么讲这个 你没有感觉到 他痛啊 我们生不起悲心 我们可能会在那边 走来走去啊 没事晃来晃去 没法定静静 所以 你如果感受到他的痛苦 而且他给我们的痛苦 像我有一次眼睛 事实上今天早上眼睛也不舒服 整个都红的 有这一颗好像冒火一样 结果那一天冒火是因为被火烧掉眼睛的魂附在我这边 早上是一个眼睛瞎掉的老人附在我这边 但是各位 我现在觉得很温暖 我还没感觉 因为火烧很辛苦 你给他摆摆 你知道吗 你给他说 哦 你马上好气 你很高兴 不是我们好气 他好气还要劲 那老人喔 哇 现在眼睛没在会修啊 没在疼 啊 我们还有办法够缴 所以你心里会很快乐 我想啊 念一遍 来 慈悲最快乐 所以各位要画一个圆 啊 来 圆重生 都来我的辛苦 稍等你去念 都带回去 好不好啊 你要有这个感受 但是你要修到 不是只有辛苦 好不好 没用辛苦 用心感受他的痛苦 这个叫大悲心中 啊 我想 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到心的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身体持戒了 我们现在辛苦吃财啊 至少我们不执着身体了 了解吗 所以这个身体 可以感受到众生苦了 哪一天你内心里面 完全无我的 没有贪嗔痴啦 只有大悲心啊 那你就可以用心里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大悲心要怎么形容呢 你的孩子在感受 哎呦 你心肝很痛 这是自然的 但是你对白人 你痛 你心肝不痛 因为我们仅仅对子 有比心 对白人 没有 这样你就了解了 所以 你为什么要念中 我妈在背面 因为对方在疼 你如果没念旧 没念佛 那么 他就没法理会痛苦 然后你的心也会感到 会痛苦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不是烦恼 我们孩子在疼 那是烦恼 但是看到可能的人 我们心肝不痛 那是猪鼻 那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些猪鼻心 自然那么恨 哪哪哪哪 哪哪哪 改念吗 好 安全 我像我 所以代表恩伴障阿弥陀 所以前面的一个金刚加持 所以金刚代表空性 然后细致代表悲心 都可以 但是理念观神菩萨 同样意思 最主要是每一个痛苦 都让我们先去煮鼻心 我们今天收心就是希望 我们老婆在拍拼 我们很紧急 现在一只高侠 一个众生在收口 我们也很紧急 所以自然流露 而且这个流露道 你认为 生命外掉的就是 为了煮鼻出的都没有 不能够一个我在煮鼻 观神菩萨的时候 我在煮鼻 还没有牵手牵眼之前空 到地狱把它进空 到二鬼道把它进空 但是他还觉得一个 我在进空这个地狱 二鬼道 但是为什么他们 一直没办法进空呢 他还有一个我 所以他退转了 一退转 头头就逼开 然后 代表阿弥陀佛 给它加持 了解这个度力 给它念代表酒 所以 那个时候阿弥陀佛 他才化现他开悟了 原来痛苦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持非要永远存在 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救苦救难 而且要广大 靈感 圆满 无碍 所以各位 只要有1万人 你大家都看得到 每个人的看 你都知道 所以 你还有办法帮助他 所以当然 我们信授来 千手千按 一千只手 一千只手 一千只手代表 一千个 转轮圣王的力量 就像说 地球所有的人的力量 你都掌握住 你才有办法去帮助 地球所有的钱 都在你这 你去帮助 所以你要足弊 要有这台 大万万的福部 一千尊转转轮圣王 千年 一千尊佛的力量 然后一千尊佛的 足弊到地球 这个叫合起来 四干法 出四干法 都完完 那 我们就好多 代足代弊 但是 话要讲回来 你现在就开始不会用了 从一开始 从零 到一百 到一千 到一万 到一亿 到无量无边 各位 不断去足弊 不断去帮助众心 但是在帮助众心的东西 那 他又 用着 无我空性的代鼻心 尊了这种地毁的心态 叫禅定与智慧 所以 你圆满了大悲心 那大悲心不代表大悲心喔 我一个自闭心 我看得心肝很疼 问题你没有能力啊 你给你看到老人 你在拍拼 你有悲心没有错啊 但是 你没有能力帮助他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悲心 就当作慈悲 好心当然会有好报 但是 有因为慈悲心 而发起的行为 那 才让你真正有福报 去帮助众生 不然你会觉得说 有心没力 所以各位喔 把握机会 有机会 所以 我记得我的高兴 这个老婆 现在已经往生了 她说 师父啊 公的爱 够减贪 看到就贪 最近 赞言法师跟我们说 看到动物来念什么 鬼乎 鬼乎 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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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还要念 其实看到人也要念 他还要念 看来念 阿弥陀佛 那也是鬼义 希望你鬼义阿弥陀佛 所以 不是像人 乞华 头膝 人好地方 所以我最爱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我很好想 哇 那里大的地方 看下去 魂阿 海水阿 土地阿 人阿 山阿 这里面 水路空中针 你呢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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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一直 我们像引擎阿 慈悲心像引擎 不能停 一停飞机就掉下去 要一直一直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所以呢 什么叫大慈大悲 那就是没有休息 没有睡觉的悲心 一直在说 但是却没有觉得有一个我在说 因为慈悲就是佛菩萨的生命 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本体 所以我这样说 各位职位的人 当佛教 当做理论研究 当然看佛经要看 但是看佛经 不是只有在英文在看佛经 英文坐在那里念佛 英文在佛西里面 英文在打造 那是短短的时间 那大部分的时间 那各位要把慈悲心 用在别人身上 像我 我经常 我以前做旅行社 那我以前的老板就说 你们做领队要干嘛 领队就 不要一直坐在前面 打喝水 最好坐在后面 前面交给导游 你再坐在最后面 做干嘛 随时了解 人家要做什么 要变手吗 水搭吗 你忙坐在那里睡呢 啊 然后 一路车 你就要说变头前 知道变手在前面 最后 同胞 最后一个上车 要点人数 那你要一直忙这个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坐好啊 看菜有够吗 吃饭要带他去哪里 但你吃饭的时间 怎么可以抵抵了呢 那随时 眼睛耳朵 任何动作 都在关心对方 那各位这个要练习 不然我以前的个性 不是这样 我还够醒 因为我比较孤僻 爱看乎菜 那时候 在家爱看菜 爱拔掉 爱丢鱼 就不要有人就好了 很单 很单纯的禅定 拔掉 丢鱼 看菜 所以 但是 叫我们去面对人群 哎呀 会觉得有压力 很厌烦 那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了 哎呀 出家 出离自我 奉献给大家 到市场 到花园 只要有人来了 跟他打个招呼 按奶油 就像我们以前在 恒春武公寺 我叔叔说 哎呀呀 你不要一直躲在房间 看佛经啊 我知道你很会看啊 在那边打坐啊 你要随时的把靠 阿公阿嬷来啊 跟这些金轿 我刚去还好玩 哎呀 我们恒春的会长也要来 阿嬷阿菩萨 那我们同学 我才嫁就没了 老婆几天 他也没看到我才嫁 他们十五章看到我才嫁 到出家 要去接待别人啊 阿公啊 拿鸡肉来 拿金轿来 你来对他好啊 给他讲话啊 慢慢慢慢 所以我认为这个 因缘创造 如果我去读佛学院 那我可能很会读书吧 然后做个老师 那就这样 大不了做个佛学院院长 哦 但是我没有接近人 没有接近众生 老师说我来讨佛学院 这些人一定没法行 还没做焉供 因为我们的教育啊 都是属于这样 知识的教育 否定了这些 传统的 非常好的仪轨 这才可惜 慢慢 你的人啊 就会比较孤傲 离群所居 所以我说的意思呢 父教所说的这些主必信 它是要用在众生身上 一个老母 他绝对不是每天在那边 看婴儿教育手册 那孩子没在买他 有可能是说 老母没办法 一边拿着手册 一边给他喂牛奶 这样可以 但是 帮助他 才是最重要 所以今天观音菩萨 出家日 出家 是出离自我 自私 个人 完全把自己奉献给 所有众生 直到所有众生 痛苦轮回 停止 观音菩萨的工作 没有停止 所以 不管每个菩萨 都是这样 所以把手要 打开 手要 一直要去跟他扭 握手啊 跟他搭 站在菩萨 就一定要这样 所以我还说 如需长老 你如果跟他说话 他就跟你搁手 那眼睛就 我们师父的眼睛 很漂亮 这样 因为没有白眼球 他不像我们 还有白眼球 可以瞪人 他没有白眼球 他眼睛就是亮亮 来看着你 哦哦哦 对啊 他讲那个声音 没像我这样 这样 因为菩萨 我们师父是菩萨 这是我的福报 真华长老像阿弥陀佛 如需长老像观音菩萨 觉光长老像 本师释迦牟尼佛 不得了 因为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各位这点啊 人不可以在你做格纪 人要练习 做观神菩萨 做地中文菩萨 做硬工台书 做真华长老 你要去做伴 不可以做自己 男人要有男人 男人要有男人 人也要有菩萨 所以我最近 生生一只菩萨 生生不来 什么菩萨 放在台上 好像有没理由 还没放流 什么人可以说话 有没理由 有没理由 那人就说 哎呦 提起我们对菩萨 的注意 我只开这个链头而已 我现在走到路边 你死去的菩萨都会对我 我都去卡到菩萨 因为我开始爱菩萨 我最近想说 爱有这只菩萨 不然你只要吃那么多菩萨 没人在注意 没人在认养 所以大家看到菩萨 有这个境界 我们就想着要帮着菩萨 这样的意思吧 所以但是光这个念头而已 真的是 走开什么地方 我最近他们老师给我说 打坐不上 师父你最近旁边跟蛮多狗的 然后怎么都会跟着 因为我们对狗 生起了一个悲心嘛 也希望狗呢 能够爱护众生 所以各位说到这 讲大悲心 你现在开始想老人 所有破坏的老人 所有孤独的老人 你一定要想 这个叫大悲心的 这种原理在这边 这个叫秘法 很多人把秘密 所谓秘 当作是我看很多境 我打得很亲密 我就要念几位 那个只是一个助言 而不要停在这个仪轨上面 这些助言 让你念佛 背经 修仪轨 闭关 都是为了开发你心 你念的佛性 好的那一面 慈悲心 智慧 热忱 帮助别人 你要这样去表达出来 就像我们去 去年去日本 高野山 空海大师 空海大师是 哇算日本 秘宗的 开创人 那现在仪轨那么多 他问我说 啊 书要怎么收 很简单 空海大师 有几个月 你把它背起来 去做就好了 我背给各位听起来 来 虚空境 众生境 法境境 涅槃境 我愿乃境 你说 这个 众生都离寇 法界都清醒 都立冠 涅槃境 都解脱了 那我的愿乃境 这个就是空海大师的心 这是最高的秘 所以所有的仪轨 不过是要让你培养 说来说起来 念一下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你在培养这个 是希望大家进入观神菩萨的心 哪里有观神菩萨的心 去做观神菩萨的事情 那你如果观神菩萨的心 效果一体 那你得到所有观神菩萨的力量 的价值 只念一句 哪有阿弥陀佛 所以 遗轨没有高没有低 不是念阿弥陀佛 比较高 阿弥陀佛比较低 然后掌握到心最重要了 所以所谓密 密的是不间断 不间断的慈悲叫密 所以我们叫密咒 大悲咒 今天是大威德金刚 这是文殊菩萨的密 保持空性跟悲心 这样给它敲斗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你 你站在往生牌位合奏 南无地中菩萨 你用地中菩萨的心 你看到那准地中菩萨 希望那些梦魂 都敲斗 带入三五度 翁心情好 你这样念地中菩萨 怎么会敲斗 一样 你看到一个人 念地中经在那边 地藏仪跪很厉害 但是呢 他在念的时候 忘了那个心 他只想把它念好 不要念错 把它唱出来 但是忘了那颗心 所以 然后他就不是密了 当然 这个念出来的声音 还是有加持的 但是你要超度对方 是一个心态 所以说到这 各位要记得啊 释迦摩尼佛怎么样降服 最难降服的魔王 释迦摩尼佛没有修什么仪轨啊 释迦摩尼佛打坐 进入永恒的慈悲 慈悲 三昧水灿 慈悲 这个力量是魔王没有的 然后他把这个慈悲心 不是去打魔王耶 我把我的慈悲心 两种方法来 让魔王进入我的心 第二个 让我的心进入魔心 然后 魔就看到自己了 原来 我不是魔 我是佛 那里呢 你把你的心 打开 让魔王进入你的心 就像儿子看到妈妈 儿子就平安了 然后 哎呀 这个不安定的儿子 就乖乖了 没靠啊 刚才小婴儿生出来 还很喜欢妈妈的心脏 震动 因为 他一靠着 他就平安 所以我想 各位念大悲咒 那么 你要把 观音菩萨的 十种心 跟十二大愿 对普渡六道的慈悲 愿他们往生净土的愿 放在这里 透过 这个声音 我马里边边边 那么 台比观神菩萨 进入对方的心 乃至 直接把对方 拉到我的心里面来 让我来 呵护你 爱护你 这样 我们把它聊到 地藏经 阿弥陀经 钥匙经 金刚经 仿佛门品 还原经 都可以 那当然 那 当然 是要把经典的精华 像各位 地藏经都很熟了 地藏经里面的故事 地藏菩萨所周的 夜果轮回 地藏菩萨要讲 佛名号的功德 乃至呢 希望我们回向法界 你已经讨厌了 但是你 记住 讨厌了 你不要一直执着 我还要再多念几遍 当然 有机会可以 但是最主要是 你要把这个 地藏心 这个叫甘露丸 我们中国人叫中药 药丸 这个药丸就是 几个中药 小伙子 你踏下去就好 你就直接把 地藏菩萨的心肝 显出来 地藏菩萨的心肝 是什么 再念一遍 如意宝珠 这是地藏菩萨的心肝 地藏菩萨 要让一切 完蛋 一切众心 那个如意宝珠 有法度将 众心上都起进来 年后 将帝宗菩萨的功名 还给对方 所以 消除幽民轮回苦 幽民不是说 我们地藏 天道人道 也叫做幽民 在无名的 没有空性的 就是轮回 所以我想 各位不管 这个 讨厌这本经 不管我们在家出家 没人没人 你捏到这个重点就好了 阿弥陀佛 我希望大家 都脱离轮回 小艱苦 都去记录世界 什么人都有法度去 酒瓶嘛 什么人都有法度去 无法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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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的人 随意的人 好普通的心的人 包括众生 有人问我说 那动物 一只狗爹 有法度去 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 都说的 十方众生 一切众生 不是只有人 所以 意念我者 念我名号者 愿往生者 乃至为求菩提道者 都可以 都有法度到 阿弥陀佛的世界 请问 基督世界 是不是阿弥陀佛 心观的现象 一切为心灶 所以各位 如果你的心 有这个悲心 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那极乐世界 在我心中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就把极乐世界给他看 就像各位 来 这球有水哦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叫森林道场 对阿弥陀佛 床床 所以 然后也不太热 那还好 心里很舒服 但是这个你不用去背 其实你眼睛拿起来 这个东西 永远在这里 就算这个 这个地方有 一亿的 一亿的床 都不太熟 你看到这边 就都在你的心肝 那基督世界 同样 你只要对基督世界有信心 你看到这个景点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动画 希望对方看到 一看到 极乐是我家 因为极乐世界的显现 是给众生一个最快乐自在的 心灵的形象 那家 那家是真正 可以 住在那边的地方 因为那家 没有贪心 没有坏 没有人 没有人跟你忘记 那家 都是不退佛山 那那家是阿弥陀佛 那家佛陀佛 西方祖魂 那这个整合体 当然 我们了解一遍 俗话死的 阿弥陀佛 浓入于阿弥陀佛的佛号 所以当然 我们要念大悲咒 那家是 要计量观生菩萨 那当然 各位老婆 大家也扑门聘 看过大悲心 陀入尼经 那家已经这个故事 描述了观音菩萨 怎样做中心的 那你知道了 你自然就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 再来要如何 也开始去做菩萨 在做的事情 所以 因为 做观生菩萨的化心 因为你做观生菩萨的心 那 放在你的心肝里面 你老 走在身上的 花头虚名帮助别人 这样 这样就受盈 不是说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说 我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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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关系不对 结果 你在铁それ之中 都不会去子夾 你铁五年的币 nicely 就将观生菩萨的经典都看完了 你出来也没效 因为你四季五年的子夾 你出来也不会 twenties 你也出来没有走 所以有时候你说 专业的疑心 不如这个老金的老人 那老人手给你摸一下就知道 他这个到底有问题 因为他的心就是疑伸 所以有几位来 经葬在我心中 这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可以一定要讨福经 但是不是迷恋在佛经 是吧 像各位现在听我这样说 里面有几句话你可以认识的 你把它放在心圆 那这四个人就改变了 你把它放在心圆 护持生命电视台 帐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乞丐兄弟的因果报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故事 由于战乱和旱灾 村子里的很多人 离乡背景到处流浪 沿街乞讨 真的好饿哦 我也是的 你们兄弟俩今天有什么收获吗 别提了 我们俩今天出去乞讨了一天 可却只收获了一块饼 哎 这点食物 哪里能填饱肚子呀 可不是嘛 这里的人生活都还不差 却不肯给我们食物 真是太可恶了 弟弟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现在世道不太平 人人都自身难保 而且你也看到了 乞讨的人那么多 他们能施舍给我们食物 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不施舍给我们 我们也不该生气怨恨 嗯 好吧 是啊 世道太乱了 能自保就已经不错了 谁还会帮别人呢 所以人嘛 不能只有在这里抱怨 不用头脑想办法要吃的是不行的 老哥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我们要一张饼就已经很困难了 而你却要来了鸡腿 我看这个鸡腿又是你偷来的 偷也罢 强也好 这个世道那么乱 要是人人守规矩 早就饿死了 哇 我看了都流口水的 我也好想吃一口的 你们可不要羡慕他 别看他现在潇洒吃肉 这些肉不是偷的就是抢的 总有一天他会遭到报应的 是啊 弟弟 我们做人还是要安分手挤一点的 天天食不果腹的日子 让李大李二兄弟俩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夜色下 躺在草窝里的李大和李二正在睡着觉 这时候李二爬了起来 他叹了口气 然后四下环视着 弟弟 你不睡觉 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哥 我肚子好饿啊 哪里能睡得着啊 唉 我的肚子也好饿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 弟弟 忍一忍吧 等天亮了 我们再出去乞讨吧 哥 即便天亮了我们又能乞讨到多少食物呢 不如现在趁着人少 我们出去碰碰运气 李二站了起来 朝远处的居民区走去 李大看着李二离去的背影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碰碰运气 他不会是想去偷东西吧 弟弟 等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肚子好饿啊 什么时候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能天天吃饱饭啊 这时候 传来了一声牛叫声 李二一愣 他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屋外搭了一个简易的牛棚 牛棚里一头牛正拴在那里 牛 这里竟然有一头牛 真是太棒了 弟弟 你要干什么 哥哥 你看那里有头牛 我们把它牵走卖掉吧 没有钱 我们就能做点小生意 再也不必像现在这样 到处乞讨流浪了 弟弟 你在说什么呀 这是人家的牛 我们怎么能投人家的牛啊 哥哥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些 有了这头牛 我俩以后就会有出路 没有他 我们很可能会饥寒交迫的死在这里 说完他翻身跳进了牛棚 解开绳子 打开牛棚的门 将那头牛从牛棚里牵了出来 哥哥 得手了 我们赶快走 弟弟 我们不能这样做啊 你这是在做贼啊 哥哥 快走吧 要是被牛主人发现了 会打死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乞丐 死了也白死 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 那头牛 猫的叫了一声 屋内的牛主人被惊醒 是谁在外面 不好 牛主人醒了 哥 我们分头走 要是让他抓住了可就惨了 这时候 牛主人跑出了屋子 他发现牛棚里的牛不见了踪影 啊 牛被偷了 可恶的贼 我绝不会轻饶了你 你给我站住 李大李二兄弟二人 就在这个夜晚分散开了 弟弟李二将偷来的这头牛 卖掉后 用卖牛得来的钱 做起了贩卖山口的生意 而且生意越做越大 几年后 李老板 这些就是我们村子里 要卖掉的牛 请您看一下 李老板啊 要不是今年村子遭受了旱灾 颗粒无收 大家是真不舍得卖掉这些羹牛的 李老板 您好人有好报 出点高价收购这些牛吧 大家都指望卖掉的钱 来度过这个荒年呢 你放心 我出的价格绝对公道 像这头牛又老又瘦 我可不要 李老板 求求您买下这头牛吧 我儿子得了重病 你家里值钱的只有这头牛 那你才有钱给我儿子治病 李老板求求您买下它吧 要知道我买下的牛 是要送到屠宰场宰杀的 这头牛又老又瘦 人家是不会要的 李老板 我儿子得了重病 您就可怜可怜我买下它吧 我是商人 又不是慈善家 你儿子病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每当遇到机会 李二便会到村子里 用极低的价格 将村民的羹牛收购来 然后卖给屠宰场赚取暴利 村口 一辆卡车载着众多牛 缓缓地驶离了村子 唉 这个李老板实在太黑心了 这些牛竟然只给了那么一点钱 这年头啊 有人能愿意出钱买牛已经不错了 你看那位老婆婆 她的牛李老板都不收 没有钱 她儿子的病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李老板 这次您又能大赚一笔吧 其实我这也是在帮他们 当初家乡赌荒年的时候 我家要是有头牛能卖到换钱的话 我也不会和哥哥到处流浪 吃那么多苦 李老板 您的哥哥还没有音讯吗 没有啊 不知道她目前过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流浪乞讨 这么好的羹牛都卖掉了 看来这个村子也受灾了 村里人只能靠卖掉羹牛来生活了 这么说来 我们来这里也很难逃到什么食物了 那我们还要往前走吗 反正我们都已经来了 那就进村子里试一试吧 我说什么来着 来这个村子根本讨不到食物 乞丐话音刚落 一旁的院门打开 老婆婆拿着几个馒头走了出来 中乳丐的眼睛 中乳丐的眼睛一下子被老婆婆手中的馒头吸引住了 老婆婆将馒头分给了中乳丐 贵姑娘眶头 老婆婆 你别看这些量的馒头 老婆婆 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谢 您 是啊老婆婆 您真是个好人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唉 可是上天总是那么的不公平 杀人劫财紧腰带 修桥补路全身赖 老婆婆 话不能这样说 善恶总是有报的 只是时候不到而已 希望会是这样的 李大虽然身为乞丐 但是却一直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虽然一无所有 但却在流浪的乞讨的日子里 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 老板 上口饭吃吧 走开 别挡我的路 李二一把将小乞丐推开 小乞丐一下子摔倒在地 手里的那个丸也摔碎 小乞丐伤心地哭了起来 李二头也不回地走开 这时候李大走了过来 他急忙扶起小乞丐 孩子 不要哭 我这里有一个馒头 你拿去吃 你人真好 人家说的真是没错 杀人劫财请腰带 修桥补路全身赖 你这么好心也只能乞讨 那个家伙心那么坏 却过着好日子 老天真不公平 小朋友 你可不能这样说啊 善恶总是有报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二像是听到了什么 他一下子转过身来 李大和李二一下子对视上了 两人同时愣了一下 然后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哥哥 李二 弟弟 两人一下朝对方走去 然后紧紧地抱在一起 时隔多年 李大李二兄弟两人终于相遇了 已经成为父生的李二 将哥哥接回到自己家里 他希望哥哥能和自己一起 做贩卖牲口的生意 哥 今天你跟我一起去贩牛吧 以后我们哥俩一起赚大钱 贩牛 弟弟 你不会是去栽村里 低价购买人家的羹牛 然后再卖给屠宰场吧 嗯 没想到哥哥你对这行还挺了解的 弟弟 这种生意作孽太重你知道吗 你挣的可是那些村民的救命钱 而且还间接地夺去了那些牛的性命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生意了 哥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当初我如果不是做了这行 我哪会有今天这么富裕的生活啊 弟弟 作孽太重 是会遭报应的 哥哥你还信这个啊 杀人劫财紧腰带 羞巧补露全身赖 你幸好可是得到了什么 这么多年还不是一直在乞讨 当初我要不是偷了那头牛 就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所以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呢 李二和李大 谁也说服不了谁 没有办法 李二只得自己去贩牛 可是这一次他却出了意外 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双腿 弟弟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会这样啊 哥 莫非我真的是遭到了报应 啊 弟弟你怎么会这样说 哥 车祸之前 我看到一大群 血淋淋的牛朝我们的车冲过来 接下来车祸就发生了 我在昏迷中感觉 好多头牛都在踩我的腿 等我醒来后 便失去了双腿 哥 我没有了腿 以后可怎么办啊 弟弟 没事的 有哥哥在呢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谢谢哥哥 弟弟杀业太重 即使有哥哥替其修善过 最终也是重业轻爆 因此杀生换来的一时发达 并非真正长久 只有赚良心钱 才可以永保安康一辈子的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救度一切生命 始终胜利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拜拜